中国网报道,湖北一法院政治部主任调研三甲医院主管官,引发热议 就是说的这位,校感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吴克松 要去校感中心医院为该院的副院长党委书记 有关领导对吴克松屡历做了简要的介绍,并要求医院全体党员干部要从讲政治,讲大局,讲党性的高度 坚决荣护市委的决定,并支持和配合新任书记的工作 但是总没有说从病人的角度出发,要从党性的角度出发 这个是到那里治疗党性可以了,是吧 可惜他们是治疗身体啊,真的一堵马列,大家都站起来 不疼了,不开刀,不吃药,也不疼 然后都大家,笼子可以看到,可以不笼了,可以听见了 瞎子可以看到了 校改室中心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固定资产的14.98亿 医疗设备价值7.95亿,卧天的在职职工2148人,很大呀 是当地医院规模大,医疗设备齐全技术水平高,综合实力强的一所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 近几年,校改中心医院多次卷入反腐风波 2019年9月,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监察,调查 该院党委书记,副书记,院长犯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医院里收红包,收离品,医疗代表痴情等等,就是这个此起彼伏 网友纷纷表示不明白,法律的懂医学吗?从法律怎么转到医学去的呢? 吴克松所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6月5日下午,中国往湖北联系了校改市中心医院宣传统战部办公室 对方表示,关于吴克松数据所学的专业不了解,可以去网上查 已经公布的信息 随后,中国湖北网记者又联系了校改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 关于学历的具体信息也不方便告知 你是秘密组织吗?当然他不方便告诉你了,大家都是秘密的嘛 你以为你们法院政治部的人就清廉的? 随便一搜就一堆的人出问题的 我也别给搜了吧,谁敢信谁去搜吧 一搜都一堆一堆的,我要不给你搜一下 有问题的 你从这里不摊了,到哪里摊呗? 把这里摊了,掉到哪里继续摊 哪个部门的不摊呗?湖北一法院政治部主任掉 不是这个 不早了,浪费时间了 政治部主任 啊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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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